封冰箱未处偏远交通不便 参加职训或在职训练的时候 都得要南北周车劳顿 降低了参训的意愿 因此乡长求福顺 特别结合财团法人基督教借菜总会 在乡内老人馆开办了照福员的专班训练 即日起受理报名到2月17号截止 乡长鼓励乡内的民众要把握机会 名额有限 大家赶紧来报名参加 新春过后转职或求职人潮增高 然而位处偏远 且大众公共交通运速不便的封冰箱 不论求职转职或在职训练等 都还得要南北周车劳顿 相当辛苦 相公所为此主动为民众解套 这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就是借菜总会 他们有争取到劳动部的一个 补助办理照顾服务员的专班训练 主要先取得卫补部长期 所以这个想要参加的学员 他必须先到卫补部的一个长照数位平台 先去上55个小时的课程 之后再来跟我们做报名 那个名额很多吗 我们这次预定是招收15到20位 照服务员专训班将分学科与数科课程 上课时间为3月3号起到14号的每一个周六日 上课地点就在封冰箱老人会馆 有兴趣的民众从即日起 可上基督教借菜总会官网线上报名至2月17号截止 开办人数为15到20人 名额有限 乡长邱夫顺也鼓励乡内民众把握机会 详情可洽 明信客咨询 记者时遇到风兵采访报道